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穿粉红色的 陈宇穿红色的 也就告诉你明天的盘会如何 都暗示你了 老师都讲完了 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10月25号礼拜二 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打盘中场下跌了190点 收在12666点 成交量为1885亿元 老师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公布你的一早发的讯息好吗 好 我现在先讲一下 很多人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是问我 是不是又是乌龙利空 今天不是了 今天真的不是乌龙利空 今天可以说是利空满天 等等我会帮你解释一下 现在一样按照惯例先讲我第一通讯息 真命 至尊大师在早上9点16分 发出了一则讯息 内容是 大盘已下跌26点开出 今天盘是小低盘开出后会先下探 低点在12770点附近 然后会慢慢拉伸 上半场还是整理盘 今天会收红 涨不多 主流在电子 老师 你今天有第二通讯息 我一起公开告诉大家好吗 第二通讯息才是真正的要命啊 原因找到了 所以现在要把第二通讯息讲给各位听一下 来 至尊大师在12点48分 发出了第二则讯息 内容是 各位 今天撒2330台积电 主要是总裁发内部信 鼓励员工多收价 结果市场解读为半导体景气产 刚去查证是有此事 但员工根本没有空收价 还是非常忙 这又是有心人士放杂利空 哇 老师 你把这个2330台积电都解读完了 因为今天重点就在2330台积电嘛 你现在先打一下2330台积电 来 给各位看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2330台积电 你看看 今天是不是跌了16块 跌幅很重啊 等等我会帮各位解台积电 那我们现在先探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刚刚已经帮各位解过了 就是后来我发了一通紧急的讯息出去 这则消息是在今天上午10点多出来的 那10点多出来的你可以看 我们这个盘是不是拉出来在这里 对 出来又哇 一针下去了 那时候下去的时候 我也搞不清楚盘为什么这个样子 没有问题啊 没有任何的利空啊 结果呢搞了个变成台积电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讲哎呀我们台股又有地缘政治 好啦地缘政治的事情是昨天就知道了 那我问你为什么昨天没有跌啊 对啊好奇怪哦 昨天香港跌了一千多点看到没有啊 看到了 那香港跟大陆跟中共不是地缘政治 是我们台湾跟中共是有地缘政治 鬼舍弹 这个我就直接跟你讲 鬼舍弹 今天下跌的主因就是台积电这件事情 那后来呢 我朋友我也去查证了 因为很简单的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小孩就在台积电当工程师了 是 那他们的妈妈就已经问他们 那小孩已经回答说 总裁是有发这个内部的信 他发这个内部的信啊 是鼓励员工多休息一下 不要太操劳 因为台积电作业很辛苦 赚钱很多 但是怕没命花 对不对 每个人是好意 结果市场把他解读说 哎呀台积电要放无薪价 鬼扯蛋 真的鬼扯蛋 对啊 哇老师 这个讯息明明就是好消息 但却被市场解读是坏消息 对的 我都不懂啊 这明明是好消息 在市场把它解读成坏消息 台积电说鼓励员工多休假 那没有休无薪价 薪水照发 这不希望你们再花太多的精神 劳力去加班 那很辛苦的 对不对 那人家的总裁本来就是好意嘛 就好意搞成了被这个样子 对不对 电视上一直在报道 哎呦台积电不行啊 哎呦半导体景气差了 台积电放无薪价了 一堆的谣言 是啊 一堆利空耶 我说啊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啊 放这种利空的人啊 应该把他抓起来 人家明明是好事啊 我再讲一遍 人家总裁的用意是好事啊 结果把他解读成坏事 对不对 你不会解读就不要解读 乱解读 你不想看的好了 今天晚上 也许等我节目以后 台积电开始出来讲话了 我们没有要放无薪价 说八道一堆嘛 对不对 就市场上把它解读成无薪价 好了 现在你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了啊 都看到了 这个就是今天台积电下跌的主因 再来我们今天探讨另外一个事情啊 好 另外一个事情你可以看啊 这个昨天美股是不是大涨 是 没错吧 没错啊 前天美股是不是大涨 对啊 都大涨 那么很奇怪的 前天美股大涨 昨天美股大涨 两天加起来涨了一千多点 哇涨好凶哦 这快到一千两百点的样子 对不对 是 全世界各国的股市都上去 那唯独台湾下来 好奇怪 那我就问你啊 你们不是一天这样看美股做台股吗 那我问你 美股大涨一千多点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为什么台股没涨 对啊 我怎么跟你讲你们不要再听那些谎话了 台股的问题不是在这里 今天台股不是乌龙利空 今天台股是有心人士放利空 就是放这个 我现在讲得很清楚的啊 是 再加上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地缘政治讲真的 我刚才跟你解释过了嘛 哎呦 哎呦 习近平怎么样怎么样呢 哦有一堆呀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事情呢 现在 以前呢 我们游到明菜 叫做满汉全习 对 满汉全习当然是内容非常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局的表现 也就是满汉全习 习近平的习 听懂了没有啊 是 好了 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去统治人家 还要去向外扩张啊 不要做梦了 所以今天台股 就是受到这些风吹草动 你说这些利空是不是利空 你也可以解除成利空 因为就造成信心动摇 但是你说乌龙利空 也可以解除成乌龙利空 因为都是信心动摇的问题嘛 等到过了一天一看 哦没这回事 哦又开始通通上去了 是啊 现在大家会了吧 都会了 都会了 好 现在我们来帮你解掉台积电 好 来开始看看 2330台积电 其实上半场时间够 我先帮你解一下 台积电 看清楚 今天下跌了16块 对不对 是 来打F8 好 还有啊 你看到台积电 可以线了没有 有 我先跟你讲一下 台积电的这一天 这一天就进货盘 就是进货盘将近10万张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开始混混混混混混 混到今天 今天又是一次的进货盘 那你说 现在这边 哪些人在杀台积电的 哪些人杀 就是一些假外资 跟少量的正统外资 我讲的应该很清楚了 非常清楚 那假外资也包括了入资与中资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 是 那么入资与中资杀台积电的目的干什么 他就是要灌下台积电 把台股打蛋 然后呢 造成执政党选情不好 理由很简单 我今天都把你一针都点破了 知道了吧 都知道了啊 所以我说你们很多事情看事情不要光看表面 你要稍微用点智商去分析后面的含义是什么 这也是王同的节目里面常常帮各位来解读消息 现在知道了吗 都知道了 都知道就告诉你了啊 这个盘呢 今天破底了 破底了 这也没办法 破底是破底的 对不对 而我们现在检测排面上的个股 除了说台积电破底以外 有一些跟中国大陆来往比较密切的个股也破底 另外一些的北比过高的个股也破底 这些都比较歧视 因为他们那些不占全职的 重点就是这个台积电 所以你必须要看台积电什么时候会直稳 那么今天台积电进货盘 进货盘会不会立刻直稳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还有可能会再下去一点点哦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哦 是 但是你要注意 明天以后台积电只要量说就没有事了 但是量没有说 这我就不敢跟你讲了 对不对 因为还是有一些人马会杀出台积电 好了 我现在帮你解完了哦 哇老师今天漏太多了啦 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看节目的好朋友们 你们今天真的好有福气哦 因为王腾老师 不仅帮大家解析了今天大盘 而且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赤尊大师就告诉大家 明天盘式会如何咯 所以投资票们 一定要每天来看我们的节目 每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下半场的节目会更精彩 待会见咯 不要走开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也欢迎您点赞订阅王通老师的频道 想了解更多股市的资讯 也欢迎您加入LINE生活圈 LINE ID是 小老鼠 KING5588 或是拨打服务展现 026630 3221 欢迎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 今天除了我们两位都穿红色之外呢 其实也是在暗示我们今天的股票 都是红红红 都是涨涨涨啊 最后一个前提哦 是王通讲过的个股 以及王通会员的持股 是红红红哦 是啊 那没有讲过的不能说红红红哦 那一样造成了破敌哦 而且老师 你在标马影音里面 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两档个股 哇 今天有一档个股涨了半根停板 而且呢 另外一档个股的K线连续红了好几天耶 等等我在标马影音里面 一定会公开的 是啊 这是我们会员的权益 对不对 我一定会讲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标马影音有什么样好的标的 有什么样好的标股 那待会呢 等到王通老师录完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之后呢 你可以再来看老师的标马影音这个YT频道哦 那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更强的个股 2009的第一档 王老师 昨天第一档亮灯涨停 今天第一档 又再度亮灯涨停耶 我这个游标在这里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叫第一档 有 中国字 这是日线 代号2009 这边有个红框框 看到了没有 看到啦 这骗不了人的嘛 这个一档 我已经帮你讲了四天了 是 连续讲四天 他连续讲四天 够不够啊 很够啊 好了嘛 你们要的是不是就要这一种类型的个股 对 如果是说我讲了个半天没涨 那对你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嘛 是啊 那今天呢一档出了个大量 我再跟你讲啊 我顺便再帮你解一下一档好了啊 一档出一个大量 你根本不要担心 他今天没有出货迹象 现在清楚吗 都清楚了 我顺便分析一档到涨这个后事给你听啊 明天 他就是量缩跳空上涨 好 这是第一条路哦 第一条路哦 第二条路 他明天可能会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就打下来 那又收掉了 黑 收黑 那他问怎么收黑 你不能直接一路涨 一路涨会不会警示啊 所以他明天不管是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 他都没有出货 那都没有出货 那你觉得要怎么干 老师讲太明白了啦 那你自己看得办好了 好不好 我都把后事他会进行的动作都讲给你听了 是 而且都讲满了 那我要问各位一句话 那请问哪一个人解盘可以帮你这样剪的 就是我们节目啊 就是我们这节目可以这样剪的 是啊 那今天还要再帮各位讲一个问题啊 好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一堆的人在问我 老师 126821跌破了怎么办 126821跌破了怎么办 我到现在为了再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126821跌不跌破 跟我们这个大盘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再强调一件事情 126821那个高点是一年多以前将近两年的事情 我们的日K线有效时间是三个月 三个月最多四个月 你们现在清楚了没有 清楚 这个你在任何的一个技术分析都学不到的了 谁去看你这两年的 两年时间的12682 就算12682那边有套牢的人 我可以讲了 假设假设了啊 早就已经出调了 或者说早就抱在手上不会卖了 这就是最简单逻辑 清楚了没有 清楚 不要一天当然找一些无聊的问题来问 也不要一天当然去炫耀自己 你看我好厉害 帮你讲12682 你看会如何 那个有什么意义啊 没意义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我今天公开的讲啊 再讲12682的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叫白痴加三级 现在清楚了没 都清楚了 所以我常讲啊 你们被误导的可以了 被误导的可以了 难道说你这学那种烂的技术分析 有用吗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嘛 哦 好了 那同样我上班上不是讲过了吗 不是大家很多人看美股做台股吧 是啊 美股涨了1200点了 那台股还跌得稀巴烂 你解释啊 又讲不出来 又讲不出来啦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投资票们 真的不要再注意这个12682了 你们要注意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节目 要注意的就是 王同老师又有什么样的动作咯 因为就像至尊大师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2009低童 昨天亮灯涨停 今天又亮灯涨停 但投资票们 这些股票你们真的不要再追了 重点是有什么样的个股 现在可以低接 可以布局 想知道的好票们 那就赶快拨通电话进来 跟紧至尊大师的脚步 老师 我今天啊 还有发现 ABF三雄好强哦 但不是今天强 他已经强了好几天了 哈哈哈 ABF三雄 这个不是我今天看他长得跟你讲吗 完全不是 我们现在请你来打一下 8046 好 看到没有 8046今天跌五毛钱 跌五毛钱 你要注意啊 大盘今天跌的快200点了 他跌五毛钱 对不对 3037 3037 新电子啊 今天也是要跌五毛钱 哪里不好 我看不懂哪里不好啊 再看3189 3189今天还涨了两块钱 对啊 我们一起讲3189 F8 你看看 你看看他是慢慢慢慢上去 看到没有啊 有 好了嘛 好股票已经在出门了嘛 难道直接是烂股票吗 不是嘛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你们去选股票的重心 我现在顺便呢 因为时间够 我顺便讲一讲够 我给你听 好 3228 来3228 看清楚啊 哇 这跌停板 金利科 跌停板 对不对 是 从300多块 这一天384 跌下来 跌到今天是142 你看到没有 这个跌是怎么跌的 你自己看 一个月多的时间 哇 跌好快哦 跌好快 你看一下他的获利 半年报赚1.14元 看到没有啊 好了 你还要去认为他很好啊 我看不懂他好在哪里啊 这个就叫什么 回归基本面 现在知道了吧 都知道了 我一直跟你强调 你先把很多迹象先看懂 基本面不好的 不要碰 你要碰 基本面不好的 我奉劝你去吃猪脚面 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何必呢 这个就是这里冲进去 去送死吧 何必呢 他涨 你给他拍拍手 他跌 我认为是应该的 就当做这档不存在 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的吗 对啊 老师你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都知道什么样的个股 会上涨 会发动 而且都能提前讲耶 事后通通让大家来验证 讲到这个我们顺便再讲一下 还两个我叫试一试 来来 麻烦你打一下试一试 哎呦我的妈 国光声音 你看看 F8 看清楚啊 好 F8 破底了 看到没有 破底了 破底了 看到没有 好了我把图缩小一点 图缩小一点 看看 给你看 图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以后 你又可以发动 在这个时候 不是最高点79.8 对 好多人告诉他上100啊 上120啊 上150啊 就王统一路的告诉你 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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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 看到结果了 都看到结果了 都看到了 快要跌破31块了 还没稳啊 还会跌呢 我也讲过了 你手上有他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只能阿弥陀佛 自求多福 是 因为王统讲的话 都讲在前面 讲在前面 讲了一段时间了 我现在再跟你讲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们不是都要早知道吗 对啊 那我讲的话 不是要早知道 叫什么 就叫早知道啊 两年告诉你了 够早了吧 够早啦 所以投资票们 一定要听王统老师说的话 这样你才能在股市当中 赚到一档接着一档的获利 一档接着一档的个股 那想知道 未来有什么样的个股 会上涨 除了来看我们的 标马影音之外 当然最快速的方式 就是跟紧至尊大师的脚步咯 在这边也谢谢王统老师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主持人 也祝各位空中朋友们 在明天操作顺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智地 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